大家好 我是Vido 我今天跟朋友分享的一个就是 我跟花友换了一个垂旋井 那由于它已经很挤了 所以我想把它换个盆子 那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 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 尤其你新拿进来的 或是你朋友送的 或者是交换 那我们都需要把这个盆子把它打开看看 看看里面的戒指什么呢 那有没有虫啊 有没有根本啊 甚至它里面的根性呢 长得健不健康 最重要我们是要看整个植株 好 看它的健康情况 那我们今天呢 重新做根部 先处理 嗯 它应该不算三合一 哇 看到了哈 这个通通都是 碳泥 非常多的碳泥 如果夏天 没有把它换的话 很快就over掉了 会烂掉 我建议大家拿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一下 到底你这个盆栽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根本虫啊 有没有 杂七杂八的啊 甚至有些人都有可能 会里面有一些菇类 我希望大家回来说 都稍微检查一下 最好呢 检查以后 那 如果是新手 我是建议你们就是先把这个花 看完了 花都开完了 再来决定要不要换 那如果是老手的话 当然就 随你了 看你的心了 哦 你看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那个粉戒 但这个还好 我都办 我都是用水喷一喷洗一洗就好了 我不喜欢擦药 不喜欢用农药 你看我在玩的时候 我在手在上面摸 我不希望因为 因为我们爱种花的人 这样子摸摸摸摸 然后 就被这个农药给 污染到我们的身体 现在年轻可能 还感觉不错 尤其这种东西玩得越久的话 累积在身体里面 对身体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把一些 它这些碳泥啊 通通挖的差不多了 其他应该 待会我们可以用那个水 把它冲洗掉 这个里面 哦 算得很密集 这话也很好玩 他是在那个 国中当老师 那 我再猜他这个有可能 自己再重新种过的 不过也有蛮多人家外面买的 也都是直接碳泥的 因为他们繁殖场用碳泥的话 坦白讲 在种的时候速度也比较快 碳泥的肥度也比较高 但我一般我们在玩家来讲 我们不希望用碳泥 碳泥 碳泥 嗯 水分不好控制 所以很容易就因为过多 过多的水就烂掉了 哇 我得要先把摄影机先暂停一下 因为这个得要拿去 水龙头那边冲洗一下 OK我先暂停一下 OK我又回来了 已经把它洗干净了 那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根 啊 跟这根部啊 很明显就跟那个 Amy老师讲的一样 他是一个头 然后长得非常非常多 这是标准的悬旋的那个状态 啊 你看一个头 两个头 三个头 四个头 五个头 哦应该有八个头 那 其实它根部哈 我觉得它长得还好 并不是说很健康 但是也还OK 那我们现在下个动作呢 就是我 我打算把它换成那个水胎 OK 请等会等一下 不好意思 有让大家等了 那我现在又回来了 我现在把水胎拿过来 为什么我要用水胎 因为 个人觉得水胎我比较会用 像碳泥啊 或者是三合一啊 我都觉得 受挫很严重 尤其夏天这样子烂下去 我去年 去年应该是这个时间吧 一口气就从200多盆 掉到剩个位数 那也是从一些 也是从水草 直接把它换成 冰到春水根 那春水根在种的时候呢 坦白讲我没有抓到药 所以 那时候就 很惨 一口气 死光光 那 我们现在怎么把它种呢 在我的想法 我不会把它分开 因为分开的话 可能会造成植物 那个植株的那个 伤害 我打算 用这个 好 这个大概是一般的 我们在吃饭的那种的 塑胶碗 那 我现在用水苔送的话呢 我下面是不打洞的 因为 我每次浇水 是把它 浇到饱 然后 倒掉 那 保持水苔里面的 那个 汗水量的成分呢 大概是在60%至80% 那它慢慢慢慢的吸 它慢慢干 干到某个程度 等水苔会白掉的时候呢 我会再浇水 OK 我们先开始 蛮多花友都问哦 那水苔到底要多干 才是干 那你刚才可以看得到哈 这个水苔是已经 真的很干 干到都已经结棒棒 那当然你不可能用这样子 那水苔 我们就是只要先呈现这种白色 或者是你用手拿起来 那个盆子 觉得非常的轻 那就可以浇了 该浇了 这个这样直接把它下去 等它完全展开的时候了 哇 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比较不喜欢三合衣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三合衣弄了哈 每次都把我的手手搞得很脏 尤其是指甲上面 那每次跟老婆要玩亲亲的时候 一看了我手指甲这么脏 我老婆都很生气 叫我不要玩那个东西 太恶心了 所以 诶 总总的原因 算了 别玩三合衣 不过 如果 花园你们喜欢玩三合衣的话 也是ok的 三合衣 它那个养分是比水苔要好很多了 所以它 基本上它只是个戒指 它没有任何的养分 所以我们的那个植物 蜘蛛的话 还是要光照多一点 因为光照多的话 就代表那个 我们的蜘蛛 它吃的正餐就多了 呂博士有说过 你吃那个肥料啊什么 那只是补品 如果你的蜘蛛是那种很虚弱的话 你今天再给它吃补品的话 就会虚不受补 很容易就 拜拜 那我们这样大概稍微给它 塞一下 不用很用力的挤吧 因为很用力的挤的话 你让水苔太紧的话 它反而发展会并不好 你让它轻轻的这样子塞一下 等会水给它下去 水苔还有一个缺点 像我们这样弄弄弄 那叶子上面呢 就会水苔很多 所以可能种 种个几天等到稳定的时候呢 再拿那个 烤肉架 烤肉不是有那个小刷子吗 小刷子来刷 就可以把它刷干净 那时候呢 就比较干净 OK 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把它弄好了 好 就是这样子 那待会呢 我们把水倒下去 水倒下去的时候 再把它沥干 弄一个塑胶袋 把它包起来 保持 保一个湿度 那这个湿度呢 一般像我现在在做的话 我都会差不多做个 七到五天 就可以把它打开 因为那时候 根都已经展开了 根就可以适应 在这个水苔里面 OK 那我们今天 小小的示范是在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 有问题 互相讨论 谢谢各位